广告之间 由范克里夫大卫老师翻译的 暗黑普怀神典藏全书 全二册 包含凯恩之书 泰瑞尔之书编年史 已经在集合铺开启了预售 目前优惠价格为148元 现货后会恢复原价168元 目前这次预购的预计发货时间为10月20日 有需要的玩家朋友 可以去集合铺看一看 谢谢大家的支持 节目正式开始 说故事的听故事的 无论是谁都是角色 欢乐的悲伤的 不管什么都值得分享 集合网加丢story 献给喜欢故事的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听最清晰的加丢story节目 我是思善 我是老白 我是范克里夫大卫 大卫老师终于又来北京了 我们暗黑节目终于可以再开了 暗黑三人众再聚首 没错 开场我们用的音乐是 Be the Devil's Tattoo BRMC的 我最喜欢这歌 气氛和我们今天要讲的很搭调 强烈推荐 我发现陆内海最爽的就是 开招狂塞自己喜欢歌 这就是私货 对就是私货 大量加带 对对对 因为暗黑的音乐 大家反正听这么多节目的人也知道 开场的音乐得把情绪提起来 暗黑的大部分都没有 暗黑一般都是 对对对对 暗黑是一个环境 或者说以衬多叙事 特有氛围的 对对对 像上次我用的天堂之战 已经是最嗨的了 因为有电极它 光光特爽 再往后就是这类的曲子不多 那行以后你就随意加私货吧 对以后story节目 如果这个游戏的ost不太行 我们就这么着 拿个别的歌 我看行 对试一下 好 然后我们回归它上期 上期我们把天使这边的 几个位大天使介绍了一下 然后说了一个 永恒之战中的一个休止符 对 就是一对情侣 一对禁忌的恋人 带着一帮禁忌的恋人 把大石头 给偷走了 然后一块石头引发了 对 一连串的惨案 对 然后当他们用石头建立了庇护之地的时候 这边天堂地狱在那蒙逼的 然后趁他们蒙逼的 这好长一段时间 这个天使与恶魔 还有他们的孩子们 这个奈飞天啊 开开心心的生活了一段时间 对 就是在乐园里头 你来追我啊 对 哈哈哈哈 就是挺好的一个史书 被你们讲到这 对 感觉我们暗黑节目 画风跟魔兽 完全不一样 突然发车 对 突然发车 然后但是好景不长啊 这个一边是 这个天堂的地狱 这个还在折腾 另一方面 这个庇护之地呢 也就是发生了大清洗 这件事情 就是这个利利斯 出于可能是出于对孩子的热爱 还有他这个 无法根除的恶魔的 对 对 的秉性了 杀光了这批这个流放的 这个同辈的 这批天使和恶魔 然后导致他的这个 他的丈夫 这个伊纳瑞斯 谁叫伊纳瑞斯 伊纳瑞斯把他 把他放逐了 赶走了 赶走了 然后一边调整了 这个世纪之 这个石头的 整个的这个频率 压制了这个奈飞天的 这个能力 当时我们说了几位 上古的奈飞天英灵 然后他们是这个 我们后来熟悉的 暗黑123的 这个很多英雄的 这个先祖 祖师爷 我们这个今儿啊 就从这开始讲 其实就是已经属于 黄水狼下号的 一代不如一代的 对 现在在我们来讲 这个一代不如一代的 这个阶段 是怎么开始的 现在我们先讲 这个可以说是庇护之地 人类的 上古文明的历史 就说这个 时光如梭 说最早的这批奈飞天 其实因为他兼顾 天使有多么能力 活得非常久 对 很像这个圣经里说 最早一批人类 活个八九百岁 这种感觉 对 但实际上他们 不是不朽之躯 就是该会 老死了 该是会死 对 然后他们的孩子 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然后这个一代不如一代 然后他们这个 先祖的故事 渐渐的就 被这个 在时光场合中 就化成了这个 传说和神话 就更 这个这些人 这些孩子 记不住他们先祖 奈飞天的事 更不别提那些天使 都怎么的事了 然后奈飞天 自己就变变 就渐渐的变成了凡人 就是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 对 然后这个人类就开始 对 反正在一切故事中 人类在 这个吃好喝好的情况下 都跟兔子一样 然后生得非常快 瞎他妈烦眼 是 然后于是人类 就跟奈飞天祖先一样 去营建城市 然后就开始散播散 就是向庇护之地去扩散 对 就是住满了人 然后去拖荒 去拖荒 为了更好的生活 有点住 然后但是事实上 奈飞天的教义 和奈飞天的能力 并没有断绝 比如说上次我们说 追随瓦西里 德鲁伊 自然一道的一群人 一群德鲁伊们 可能反正没以前 那么神通巩大 但是还是能唤起自然 对他们的帮助 他们也崇敬自然 于是就往东部大陆 北边的 叫索格伦参林 索格伦森林 就住进了森林里 就休息 住在大石头屋子里 对 跟自然和谐相处 而拉斯玛教团祭祀们 往东部丛林地底 这个城市中 去传承他们秘书的礼仪 很神秘学的一些东西 然后另外一波 就是女巫之祖 艾苏女巫 这些巫师 他在追求完美的那种魔法 于是就开始 也沉淀下来 形成部族 开始沿袭 元素相关的魔法 于是 奈飞天的能力 是传承下去的 虽然人类本身的能力 已经散失了 但其实他们 在一定程度上 是属于少数派 就是说 真正的人类 大规模的群居 产生了城市的文明 还是在 东部大陆的 凯基安 凯基安这个地方 没错 然后在这个阶段 因为也没有天使 做什么什么事 然后只有这些 普通的这些法术 于是就兴起了很多 这个怪异的宗教 这个时候 就要提两个势力 一个是 塔安法师部族 它是一个部落 然后还有一个 感觉挺神圣道道的 叫史卡辛米宗教 于是 他们就是 像正经的 修饰一样 四处灵修 苦行 然后学习 各类的文化文明 这个时候 在庇护之地 就是地狱的差异 显现出了文明的差异 然后就有各自的 就开始 人 吃饱了之后 有文化追求 文化追求的本源 是那种哲学思辨 这个时候就不光繁衍 宇州咋来的 我是谁 我到哪去 三大终极问题 开始出现 就开始想了 于是就跟人类 我们这边地球上文明一样 我们就开始用一些 其他的理论来解释 这个时候就衍生出了两套 可以说几乎对立的 这种世界观 凯恩在凯恩之书里 因为我们还是在复述凯恩之书 凯恩把他们归纳为 神秘主义和信仰体系 简而言之 就是神秘主义 更像是奇幻故事中的唯物主义 虽然我们能唤起这些力量 能塑造风火水土 但是我们觉得 这些东西都是该可见的 或者不可见的 我们都能研究 我们都能去使用 这个可以施政 然后等于有点像 其实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些 当然并不完全像是科学研究 我能够确切的知道 系统的有条理的使用这些法术和这些自然力量 就是朴素唯物主义 它这个骨子里的想法是 我命由我不由天 就是既然有什么力量 我还能用 那我一定把它用透了 就是自我掌握的意思 就是这个状态 而与它正好相反 信仰体系就更像是我们熟悉的宗教 就是说 人必须得信奉这些 就是超越凡人理解力量 这个东西是不可知的 是不可理解的 他们会主宰我们的命运 然后他们教化我们 给我们道德和准则 对 然后事实上 凯恩在这里 也就提醒读者 这种在庇护之地的两大意识形态斗争 其实就是人类的内心的矛盾的体现 于是他也相信 只要人类存在一天 这种信仰的差异 也会一直 永远会有 一直会存在 其实这也能看出 人类不同于天使恶魔的这种复杂性 这个时候再说起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 其实是一个神秘主义理念 喷波而出的鼎盛时代 在这个时期 就是因为所有人都在研究魔法 各个魔法学派分文别类 有各式各样的学派 然后就挨个研究自己 擅长的 然后就规范他们 限制说你得这么做 不能那么做 就有一种出自办家感 各种流派 这个时候就像刚才 大卫老师说过的 人口聚集的繁荣地区 东部的凯基安 这个流派 就演变为城市间的法师部族 或者其实仔细想想 有点像法师家族 没有那么 他这种原始 一个一个的派系 没错 然后当时 这有最强大的三大学派 或者三大部族 分明叫维兹杰雷 恩奈德和安妮特 维兹杰雷是个很重要的东西 对 我们一会说 一会全是啥事 所以我们先说说别的 这个安妮特部族 擅长什么样的流派 附膜和物质转化 有点像电地中速能系 这种感觉 物质的一个转化 操控物质的这种东西 然后这些 他们成员都擅长 用这种独门的手法 改变世界 听起来已经挺牛逼的 安妮特部族擅长幻术 擅长制造这种虚妄的幻觉 然后魅惑人心 当然 就是要说一个事 这个法师部族 之所以叫法师部族 是因为他这个部族里 不是所有人都是法师 它是一个完整的阶级状态 可能上面是法师 然后底下还有一些 务农的干活的 仆从或者是战士阶级 手工艺人 就是说法师部族 也不是完全法处从上 都会用的 之所以叫他法师部族 主要是因为他领导阶层 和聋起来的核心东西 是魔法研究 但也不是每个人都天乎异禀 而天乎异禀人总得吃饭 也得他们管 听起来很有道理 他每一个法师的部族 都是一个小的共同体 对 小社群 有自己的习俗 对 自己的律法 自己的习俗 然后自己的各阶层也不一样 然后主要还是 几个信奉不同的魔法流派 像秘密结社 对 然后他们有点像种性质 就是部族中的法师种性 就是学魔法 然后其他的种性 就是该干啥干啥 我是工匠 我是商人 我是军人 就这么延续下去 老法师就是婆罗门 对 有点这个意思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在这片 相当于一个大城区里 法师部族的力量疯狂的壮大 于是事实上 他就左右了凯基安的政局 所以凯基安的本质上的统治模式 就是各大部族会组成法师议会 这个法师议会就要拉其实 就有点类似春秋战国时期 我们的大主的会议 类似这种感觉 只不过 他法师议会 相当于跟凯基安当时各王国的领主 因为凯基安其实当时也是政权林立的一个状态 就是小王国 一些小领主 没错 他们实际上跟这些君主 还有当时有些商会 我们现在说的 虽然是庇护之地的上古历史 但是可以看到 因为天使与恶魔 奈飞天的能力 他们发展很快 在那个时候 其实人类文明已经相当繁盛和复杂了 当时有商会 有国家 然后也有法师议会 这个法师议会非常强大 拉西石整个议会的权利 跟这些国王的世俗权利平起平坐 甚至可以说 某种程度上来说 比他们还要强大 他们其实就是在背后操纵着 这个大陆上最繁盛的地区 你得想 人家厉害 牛逼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枪杆里的出政权 你们只是冷凭气节 我们这边已经是各种素能和幻术 护你脸根本就打不过 然后他的法师的议会的组织 其实它是等于是整个政权的最高点 没错 权力集中 神秘 神秘能力的研究者高于世俗权 现在是这个状态 而法师议会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各个部族之间 风俗差特别多 所以其实很有矛盾 所以法师议会是这样的 就是每个月 也不能说每个月 就是每隔一段时间 我看一下设定的话很明确 每月更换一次 就是轮流坐 轮值主席 就是这个模式 保持相对的公平 没错 其实大家也很清楚 牛逼的部族就是话语权多 没有那么多扯淡的东西 团伙里边总共有几个大流氓 他当时记载是他有14个法师部族 然后有7个是 就是说史上流明的 但里面最大的 还是我们刚才说的 没错 然后法师部族之间 矛盾是相当多 因为这个本质上是 是哲学理念的争结 他们信奉的是巨人之争 就是用海德格尔说话 这个其实你把法术观点 就想象成意识形态 对 这其实就是意识形态 世界观斗争 没错 所以这种承见根深蒂固 但是议会因为轮值主席 至加上各方势力的来回的制衡 其实保持了长期的兴旺和繁荣 再加上他们的力量 导致可能行政执行力 都相当的高 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 凯恩翻阅古卷的时候 发现凯基安的各个王室 都本质上就是傀儡 对 就是花瓶 都是法师统治一切 但是就很稳定 人民可以说安居乐业 虽然说阶级成分非常的固化 但是大家至少吃饱穿暖 但是 每次都要说但是 又出来了 好景不长 又来了 喜欢听魔兽的节目 一定会知道 一定知道接下来 这帮法师搞出了什么要求的呢 这部分这个结构非常的像 我们就说完了 这个上古信使的开场 我们就要讲到 这个一件大事 巨大的危机 说回到 刚才我们说 有一个主要戏份的部族 叫这个维兹捷雷部族 这个维兹捷雷部族 我们再详细的说一下 他的这个魔法观 他们认为在庇库之地 这个有形世界是我们生活的主位面 外面 这个灵魂 这个有个灵境 可能外面还有一次 超自然的一个地方 肯定有灵魂存在 所以 虽然我们不能和他沟通 但是我们想办法 一定能跟他们搭上话 然后他们可能会懂得更多的东西 对 于是 其实还是从渴求知识 对 探群这个世界的本质出发的 出发点不能说它不好 但是其实最后还是 没错 就是他们开始去 研习这个召唤术和通灵术 对 就到这听起来有点不妙 就开始不妙是吧 突然感觉哪里不对 对 于是就开始研究的同时 那自然 就是办事 做学问 其实是要有理论基础的 不能这个凭空来 于是他们就开始向德鲁伊 向死灵法师去讨教 速度讨教之后 因为他们感觉 德鲁伊能跟自然之灵交流吗 那死灵法师跟死人说话 说了还少了 是吧 对 这就已经有点开始走火了 然后就说 那我们也是 于是就开始研究 但是维兹捷雷法师们 费尽心思 一点效果没有 直到有一天 有一个默默无闻的 部族巫师 叫捷雷 全名叫捷梅哈拉什 他凯恩提到过 另外一位史学研究者 杜马尔卢纳什 写过很多 维兹捷雷部落早期历史 早期的历史 对 然后就描述过 有一段哈拉什生平的描述 他怎么说呢 就是说捷雷哈拉什 是个特别不起眼的 小巫师 然后是个 其实巫师学徒 然后他的梦想 他很有野心 有鸿鸿之志 就像有朝一日 代表自己的部族进入法师议会 但是他学艺不经 上课的时候 总在同僚面前出洋相 他就特别沮丧 而且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都是当时 大家可以想象 法师部族的这种冲突 很像权力游戏 各大家族之间 有明面上的 有脏的 有外交辞令式的对抗 也有见血的对抗 于是有一次 这个维兹杰雷部族和阿明特部族 有一次短暂冲突 他的父母和妹妹 他的这个至亲都遇纳了 就是真正流血冲突了 对 然后这个悲剧 就导致哈拉什 作为一个法师 就是情绪失控了 在他这种盛怒的情况下 他发现他自己 攻克了他们部族的 这个历史难题 就是他突然能跟一个 灵魂取得联系了 他实现了他的同辈 和他的很多前辈 都没有实现的伪业 但是问题是 这个哈拉什和其他的 就是当时也很受鼓舞的 部族法师不知道的是 他招出这个世界的是一个恶魔 对 当时可能就是 他那个游戏中的 这个史书也记载说 他当时 为什么能取得这个突 或是因为 他本人充满了负能量 本人一直就是特别那种 有生活压力大 然后很多 很多很意义治愈的元素 集中在他的身上 然后又出现了这么一个事情 然后就是他身体里跟 就是他血脉里恶魔 更倾向恶魔的那个阴暗的东西爆发了 然后以这个为触媒 然后仗息 吸引到了恶魔 哈拉什的官方档案 甚至有些也是这个历史学家亲笔写的 他是这么说的 后者说哈拉什其实是个 通过这个做梦就学会 召唤奥义的小男孩 天赋异禀 他接触这个实体 官方档案说 其实就是一个亡魂 就是祖先的一个 对 祖先祖之魂 官方降神 你会发现这个官方 有刻意的这个篡改 这段历史 事实上就是毫无疑问 他召唤的就是一只实体的恶魔 带着这个怨恨 与杀戮欲望的 这降临的一个强大的力量 反正 可以说 维兹劫雷不足 费尽心机 想让我掩盖这个发现 甚至就是疯狂的歪曲始料 说自己在跟那个亡者沟通 自称就是所谓的 就是他说这个是通灵术 通灵术 我们是跟祖先的灵魂在进行交流 然后用了很多春秋笔法 然后还挺成功的 是的 所有人都给他蒙了 对 所有人后来都觉得 这个部族的主修 就是召唤给通灵 都说他是通灵部族 还给他起这个混号 就三人称虎 谣言说自己都信了 对 然后在当时 这个 哈拉什一下就发现了 我好 招唤他这东西 力量也太强大了 太猛了 估计当时 在他召唤出的时候 估计把他半栋房都烧了 差不多 这种程度 于是他就用这个咒语 把他束缚住之后 向部族长老 报告了自己 发现 先说部族长老 在这爹爹不休的 争论 这到底是个啥的时候 利安地狱的三魔神 这三哥俩发现 原来还有这么个世界 就是说 费尽心机当年 把这石头偷出去 造了这么个世界 然后费尽心思 不想让天堂的地狱知道 没想到 结果就漏了 没错 所以这边 迪亚布罗 他们在 起自己的小心思 然后反观这边 就是维兹节雷部族 这边歪曲历史 现在散播东西 自己又开始研究 如何奴役和 控制更多的字幕 所以我觉得 他们很可笑 以为自己能拿 这些东西当枪使 又不想让别人这样 没想到 他们不知道 这些人背后 到底是什么 用势力在那里 你对力量一无所知 没错 当时他们 整个部族想 已经怎么说 疲倦于 每天在 议会上 干别人 扯淡扯皮 搞磨磨叽的事 决定驱使 这些恶魔 征服整个凯基安 甚至征服整个世界 大家也能知道 这就是 出事了 说到底 就是他妈的出事 没想到 那边 已经把他们 安排得明明白白 没错 当时 发生这么一个事情 就是有记载说 别的法师不足 发现自己的一个渠道 可能是线人 或者什么的 就发现 维子接雷不足的人 突然 都开始搞一些 见不得光的事 于是就决定 采取行动 但至于 怎么采取行动 我们不是很清楚 而且没有人意识到 是这样的 他们召唤完恶魔 得遣返回去 怎么能放着 这玩意 拿过来 问一些事 取得一些知识 或者让你干点活 就放回去了 然后 但是他们发现 他们没意识到 每一个召唤的恶魔 一回到利安地狱 就会带来一些 关于庇护之地 人类的译文传说 这个就有点感激的意思 是 去旅游了 去旅游了 那边哪怎么样 看了啥了 对 那边姑娘怎么漂亮 回来 微信上一发 又那个了 拍一张照片 这些小的恶魔 喽喽 其实不知道之 就以为是个新的未知世界 那三魔神 其实相当的敏锐 他发现 人类看起来不咋地 感觉身上有点东西 有点东西 然后他发现了 人类身上潜藏 这种奈飞天的力量的 莫菲斯托 他一下就发现了 就是说 是不是可以把新发现的种族 纳为己用 因为他能力本身来讲 就是人性的这一块 然后因为这边 永恒之战还打了 就是你来我往 这个不分伯仲 我心引入一股力量 可能会达过这种平衡 对 于是三魔神就 很符合他们仨 仨的一个想法 决定暗地里 去腐蚀这帮年轻的种族 然后只要呢 我们能控制住 整个人类部族 这个相当于 我们就多了一只 这个忠心耿耿 而且有潜在 潜力无限的大军 于是 迪亚布罗 孟菲斯多和巴尔 就开始通过 这边部族招着恶魔 然后这不也问事 开始传递一些信息 开始散播他们歪曲的 邪念 他们就想了个招 建立了一种新的教义 叫三神教 这个特别逗 特别逗 当领导 也不容易 是啊 你还得粉末登场 对 这个三神教非常奇怪 它表面上看是一个就是 利他的 无私的 奉献的一个宗教 然后呢 他崇拜三位 这个仁慈之灵 这个名字起得好 没错 其实这三个善灵啊 就是这个三魔神本身 对 特别搞笑 对 特逗 他们这三个神叫什么呢 叫坚定之灵 比亚龙 其实就是比亚伯罗 对 然后关爱之灵 莫菲斯 对 就是莫菲斯托 然后创造之灵 叫巴拉 其实就是巴尔 你看 其实就正好跟他们相反 对 把三人把自己属性倒过来 对 反差萌 就很有黑色幽默的意思 对 因为这三人代表不是恐惧憎恨与毁灭吗 对 落下来就变成了这个坚定 关爱和创造 然后他们这个宗教特别注重三 就是他们的 胜术 对 然后你看他神殿里的那个守卫 出行的时候 都是三个人一起走 没错 然后 但是 这就相当于我们刚才说过的神秘主义的对立面的这个信仰体系 有了这个蓬勃的这个生命力 就会发现跟这个很多中国 不是中国 就是这个历史上的一些宗教的这个蔓延类似 就是他满足了一些这个人民的一些期望的情况下 疯狂的这个蔓延 对 信徒与日俱增 然后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年代 就是说可想而知底层的人在当权者面前 他是没有地位的 是的 包括像法师部族本身 他可能有一些压迫和奴役 他的低种性 其实是一大部分 很多守托罗或者达里克服务婆罗门的意思 对 他们需要突然发现了一个 这个跟那个神秘主义体系那种阶级分明的不一样 对 就是可能我在这个里面 我能够改变我的命运 是的 是一种先进的社会结构 对 然后疯狂的这个信徒就是广招受众 然后大部分的这个开基安人 都诡异这个宗教 对 突然就是他们发现 那个法师部族发现 就是自己突然变成了一个 就比较孤立的经营体系 然后大部分就是那个底层的 老百姓突然都在拜三神 都跑到这个宗教组织里去了 大兴土木 造了好多大神殿 然后鼓吹这个所谓这个团结 团结向善 然后这个天生我才 就跟那个种姓没关系 你不是说 不是说你不会法师 你这位子就完了 苍天已死 皇天当地 对 你有这个想法 你好好奋斗 你去施善行 你就是你也能成功 然后他的那个描述 他的那个神殿都特别可笑的 造的跟叉子似的 对 因为是三座高塔 信奉三神 然后把他们这个三神 就要把他们就是自己 变成一个和平团体 然后守护神殿的战士 就叫和平守卫 你看这不还是有护教军吗 还是有神殿 就是有战斗人员 但是呢 这个三神教的高级神殿人员 是很清楚的 对 就是我们侍奉的 其实是这个邪神 但是呢 邪神 知道邪神厉害 就是他们其实内心也被扭曲了 据说当时他们会这个 引诱新的这个教徒 然后疯狂的折磨他们 就是用他们遭受的痛苦 对 去的这个邪神 有一个献祭的 向三魔神去表现 你看我们这个觉悟 非常表达忠心 然后他们就是地狱的力量也会增强 没错 因为这个 这个教派的实质领袖是谁呢 是一个叫路西恩的恶魔 其实他是孟非斯托的儿子 这是利益斯的兄弟兄长 没错 但是很奇怪的是 这个各种法师不足 反应非常慢 就他一看这个教会一起来的时候 他们都很困惑 说你们这些人 这些不懂的 这些穷人都信什么玩 胡言论语 然后只把他当成谈话一线的东西 没怎么管他 这充分说明腐朽的统治阶级 不了解人民群众的力量 然后就袖手旁观 于是越来越多人 坐着看着他越来越大 对 坐看他就是坐大了 然后越来越多的民众 底层的民众成为信徒 然后很有意思的一点 虽然没有人知道这三魔神 怎么知道人类这个血脉有神圣性 但是他们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这仨哥俩 就决定不把庇护之地存在的事 告诉他下面这四个人 下面这四个魔头 于是这个事 可能留下了一些紧换 这紧换我们可能下期 或者是隔两期之后会提到 公司的管理出现了一些问题 没错 这信息不透明 高层和中层沟通出现了问题 没错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到庇护之地 在古代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叫做原罪之战 这么一个事 先这边暗下不表 说之前天使伊纳瑞斯的 当然毫无疑问 人类的父亲 人类的第一位父亲 他应该就是拉斯玛的父亲 对 然后他发现他恋人利利斯 屠杀自己的同胞之后 非常的伤心 把他放逐了 然后他在这个世界上游荡 就是神伤 闹心 但是他这边一边行走 一边就观察人类 然后就看到人类 虽然一代不如一代 但是他们直面挑战 然后小日子过得还不错 挺有信念 挺坚韧的 自己的孩子 觉得自己的孩子不错 对对对 谁看自己孩子都觉得不错 没错 很多文献说他对凡人非常喜爱 喜爱有加 然后他们觉得这些人类完全无害 一点都不像天使和恶魔 都是极端且冲动的造物 于是伊纳瑞斯在行走之时 发现三神教寸流行起来 他一眼就识破了 背后这仨肯定就是那三人 因为他是本来天使议会的顾问 没错 他对这个方面是非常实际 这套伎俩见的多了 于是他这个事 其实激起了他两方的担忧 一方面发现 哎呦魔头发现这世界了 另一方面他又不希望高阶天堂 对 发现了他真是真是的这个世界 因为这俩打起来这还撩得 他很担心 他最担心的事情就是 永恒之战会蔓延到这个世界来 没错 他最怕的是这件事情 对 所以他决定身体力行的为自己的孩子们做些事情 于是他也创立了自己的宗教 然后他就化名尼赛亚 化名先知 然后又去讲宽容合作与团结 老哥想法也是清晰 是相当清晰 就是正工作挺好 是 全部都是公共关系战役 于是他就建立了一个圣光大教堂 然后传道部教 因为他本身是天使 曾经是天使 他这个人 这个化成人形 气宇宣昂 样貌不凡 然后他在说话的时候 是有非常有感染力的 他用自己的天使力量来 撩拨人的这个心弦 说话可以说 就非常的铿锵有力 这个造型 人物 人那个看起来颇有神性 大家也不知道 这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的 曾曾曾曾祖父 仙人 其实都是仙人 直系祖先 没错 其实 然后可能 我估计他宣讲的时候 也颇有这种神迹降临的一些 一些桥段 这不是小黑子 对吗 于是 这个圣光大教堂 或者可以叫圣光教派 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于是就在这个东部的 这个凯尖安的地区 两波教义互相 就 平昏秋色 你忠我夺 对 你忠我夺的这个情况 所以凯尖研究底下发现 有关原罪之战这个事 这个原罪之战真正的开端 就是他建立一个圣光大教堂 建立圣光教派和这个三神教对立 就是这场大战的开端 影响就埋在这里 其实他们两个教派的冲突 最开始是意识形态方面 就不是论道 对 只是论道 我跟你争夺 人的信心 你们说这个大爱是狭隘的 我们说那个是正经的 对 就差不多是这种东西 你说的都是小城是吗 对 懂不懂大城 就是28万5000城 就64万6000 城不来 然后就 该都是论战 但最后其实还是演变成 刀兵相 就是从文斗过渡到武斗 武斗 这没有办法 这个事 所以接下来 凯恩就引入 一个本神秘的古卷 叫做卡兰诸书 这个书 已经是散逸了很久 所以也不知道谁写的 但凯恩觉得 这个书肯定是写在 原罪之战时期 所以记录了史料 它是一个丛书 有很多书件组成 没错 于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当年神神魔法帝国时期的 宗教带来的乱象 各方宗派 一端比一交更可恶的这种 想法 迫害 战斗 然后争端 我估计法师议会 脸懵逼 也不知道咋回事 就打起来了 怎么着 就开始街头向尾 一天到晚 逗 其实这个时候 是说法师不足 反而是短暂的被边缘化了 是 他发现 这个只修习法师 这批人还是少数 不能代表人民 人民自己在争自己的这套理念之争 他们自己的研习法术 感觉好像没自己啥事 但是其实凯奸这个时候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也是进入了一个特别动乱的一个时期了 在这个动乱期呢 有一个凡人 展露头角 这个人叫乌迪贤 他这人非常厉害 就是一开始 我们可能会以为 他是一个马丁路德式的人物 掀起一场宗教改革 指向一条全新的道路 但是他不是 他就是做了一个惊人的壮举 就是他向两方宗教同时开战 就两边我都反对 你们俩都是扯淡 能温能武 都扯淡 而且这个人啊 实际上能从根上 直接撼动高阶天堂和这个烈焰地狱 是他为这个原罪之人画上修纸符的 说起来啊 这个乌迪贤 他是怎么个人呢 他小时候在乡村长大 这是种地的 对 一家农户 他的有个弟弟叫门德恩 然后一小拨朋友 无忧无虑的成长起来 在这个村庄啊 发生了这么一个事 可能啊 这个乌迪贤年少 这个很有志气啊 这个很有这个正义心 所以呢 他为了保护一个姑娘 这个姑娘叫莉莉亚 然后挺身对抗这个圣光大教堂的祭祀 当然可能也有这个我们 我们很清楚的这种腐败的神志人员 前这个英雄就美 对怎么着 反正就是挺身对抗这个祭祀 可能本来自己也是一届农 一届农户 被这些权贵啊 这个逼到绝境的时候 压迫够狠 对 爆发出一股力量 一下就翻盘了 然后他发现自己有一股天生神力 事实上这个力量啊 就是奈斐天的力量 好云 而且这个姑娘是 这个姑娘一会我们会说到背景的 对 这乌铃贤发现 他自己不断自己有神力 他还能唤醒其他人身上的神力 对 这个厉害了 这就厉害了 能加持别人 没错 你且上场 我传对离于你 哇塞 可以可以 别别别别 还修这个 车速赢到130 是 本来我想把它说成什么苦行丛业 一下被人多借了 这点圈了 反正接下来 就是说 他发现这种人有力量 所以我们不应该被信仰和束缚 于是他云游四方 然后帮别人身体力行的告诉你 我们既不需要三神教 也不用什么先知什么大教堂 于是就 他的家人 他的追随者越来越多 然后受他启迪 开启自己的力量 就是打通这诺尔曼 一帮习武之人 上林寺 就是能习武 然后还有理论指导 是 将近有3000人左右 没错 其实他们的奈飞天力量 觉醒之后 就是两边的 拿的都没有 都开始感觉不对了 因为发现 根本就跟他们眼中的凡是完全不一样 是的 他们自称爱迪伦 这个意思就是真知热 真正的知识 就是人能掌控自己的命运 人是有力量的 不让你们这些扯这些毒子 非常自力甘生 没错 于是 这是三方势力 斗争之中 其实三神教和圣皇大教堂 都要搞乌立贤这个人 但是一路都不行 都各种暗杀行为下来之后 乌立贤觉得自己的技巧 日渐精进 越来越能打 我们赛亚人每次濒临死亡 然后没错之后 战斗力都会暴征 没错 所以他发现自己已经远胜 其他的觉醒 耐飞天人类的同胞之上了 但事实上 仅仅有人发现 这个叫莉莉亚的姑娘 当然也是 毕竟是英雄救美 可能也就相伴左右 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 就是莉莉丝本人 他就遣回到这个世界 对 他是被放弃之后 又回来了 我这么一想 这个关系有点乱了 别深想 神话都是这样 其实乌立贤的力量的觉醒 跟他是有直接关系的 一定是他的动手 就是他和他的恋人 就是看待无害的人类 然后特别喜爱不同 他认为他的孩子 要有力量来保护他自己 所以他要搞掉他的哥哥 和他的老公 没错 然后为此 他觉得人类要做出牺牲 所以他要有强大力量 要去抗争 去战斗 所以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是的 当然当时也不知道怎么 反正他的面貌 会当场揭穿之后 就跑了 立马消失 因为伊大瑞斯 还是非常警觉 是的 但是毫无疑问 在原罪之乱期间 他多次回来 折磨乌立贤 他的心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心 他可能有些暧昧关系的 这样一个 就别深究了 别深究了 对 小伙子 反正在这个时候 虽然莉莉斯走了 但是乌立贤和他的 爱迪伦信众 已经把三神教的走狗 打得落花流水 而且很快就把他们 你们背后信奉 是尾神的真相 大白于天下 这个时候就 乌立贤就彻底向三神教宣战 然后四处捣毁他们的神殿 然后就把那些所谓的圣战士 所谓的和平战士 一个个全部打倒 就是先向路西恩动手 对 所以你看这么一看 这个战胜恶魔了 并不是天使 而是兼顾天使有恶魔 其实是凡人 对 他就非常厉害 但是这个时候 另外一边其实也坐不住了 没错 就是这个乌立贤发现 原来这个世界上 有世界知识的存在 于是他动用自己的 这个奈飞天的力量 去调整 这个怎么说 世界知识的频率 于是他让底下 这个爱迪伦的力量 更加的喷不合而出 变得越来越强 这个就是 其实也是当时 他们的这些父母 就是便捷者 当年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说人类的力量 超出了自己能够控制的一个范围 没错 然后因为他调整世界知识 所以他不可避免的 和伊纳瑞斯产生了正面的冲突 对 于是 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凡人 与他们的天使父亲 这个势力的交战 现在又撼动了 庇护之力的这个核心 有小说 原罪之战 有三部曲小说 大家可以好好看 最后伊纳瑞斯是 他没有办法了 因为他发现 自己的孩子的成长速 超出自己想象 所以不得不自己亲自面对 他的这个孩子 就当时 决战之中 伊纳瑞斯发现自己 已经要败给 他根本就 我怎么这么猛 我记得当时 刚升线你们这些人生 你们都没有这么起来 怎么这样 从来又没有什么 就是也不靠神仙皇帝 没错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对 你变了 然后发现自己 酿成大错 说我们太轻 我太轻视我的孩子 太把他当自己的宠儿 然后太喜欢弱小的他们了 就是在被压倒的时候 他突然脑海中想起来 当年自己的决定 是不是对 我保住我的孩子 是不是对 这个时候他的 产生了动药 难道这些天使与恶魔 禁忌的子嗣 真的比天使与恶魔还要恐怖 然后到这一刻的时候 突然又由一方势力 杀将而出 这就是泰瑞尔 秦端宇领着高阶天堂 当年他的领导 就是泰瑞尔 这个时候出现在庇护之地 是因为他发现 乌迪贤对抗伊纳瑞斯 这个行为是不义的 你对抗三神 你对抗尾神 这是正义的 但是你向圣光 圣光教派动手 实在是不义之举 忽度子 对 于是召唤高阶天堂的 天使军团来助战 于是 这下就完了 对 成天上万的天使 就降临庇护之地 与此同时 突然大地开裂 然后烈焰地狱的大军 也加入战斗 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大争一团 地狱的这帮人 还挺讲规矩的 那是你先动手了 我就动手 我也来了 我不会只能动手 敌不动 我不动 敌一动我乱动 对 然后真的是撕破脸皮了 是的 于是利利斯和伊纳瑞斯 这夫妻俩担心的事 到底还是发生了 对 就是 于是伊红之战 还是来庇护之地打了 就在自己 儿子子寺 生活的地方 就开打了 其实特别可笑的一件事情 就是 深究起来 人类是莫菲斯托的后代 对 对 还真是 对吧 是是是 是这样的 外公不好惹 外公是不好惹 对 你惹是亲老爷 那还行 是 相比之下 这个天使都是叔叔辈的 对 结果没想到 没想到乌迪贤 对 然后这个时候 更可笑的事情就发生了 就是我觉得这段 凯恩这时候写的 颇为滑稽 这个时候 本来都打起来了 天堂地狱 两波大军 可以说 混沌的惨状 要再现的时候 红之战的新战场 就要开辟了 没错 乌迪贤 使出浑身之力 放 就是 释放出一种 可怕的能量 光就 也不是说炸 反正就是 无法形容的 强大力的 就直接把天堂的 地狱的大军 都赶回老家 就打回去了 就一个人 站在两军之间 站出来 说你们都给我滚 然后 两波就 真的就 被他们都撂倒了 然后这个时候 他很清晰的 向全世界 向无数个世界 传递出这样的信息 人类的力量 能改变宇宙 对 能撼弄永恒之战 然后这一下之后 明明本来是 电影上演到了高潮 明明是绝境之中 瞬间解决 然后 大家都 人类都愣在原地 你说 咋个事 发生什么了 刚才不是两位人 怎么都没了 这个时候 物理贤就 开始想 我靠这一下 我本来就没控制住 居然这么强 我就知道自己很厉害 是我们不靠神仙皇帝 但我也没想 神仙皇帝来了 都被我咋跑了 对 就梦了 然后他当时已经 他的力量已经开始吞噬 他的意识 然后就觉得 我靠 我和我的同袍们 就是爱迪伦 我们肯定都有这个力量 我们简直是自走的核武器 这可怎么办 就是在成神的之前的一瞬间 他终于意识到 就是说 他会成为一个破坏神 是的 就是他也发现在 奈飞天的血脉吞噬 他自己的人性的时候 他意识到 他的这些共同研习 这个法术 或者是这条力量的同袍们 一定也会犯他的错误 对 于是他干了这么一件事情 就是他向外喷涌的那些能量 还在把烈焰地狱和高级天上大军 往回推的时候 他咬牙把这个力量逆转了 重新吸收回自己的体内 然后就是说 当时一瞬间就行神俱灭 有种自断心脉的感觉 没错 就直接杀死了自己 而这个 他老夫这一招三分归元气 然后对 人就没了 但其实这件事情也证明了 他的这种保留的人性 他这种无私的精神 其实我觉得从这点来看 这种人性是 人之所以以为 人不同于天使乐门的 一个很根本的一个东西 其实他是为世界牺牲了自己 就是说我宁愿不当这个神 我要保住这个世界 我要保住我作为人的人性 是的 但是这个代价就是 就是牺牲了自己 自我的毁灭 而且是在一个力量达到 巅峰的时刻 没错 所以大家看那个 有幅插图 非常像后来的一圈超人 因为这个人的形象 是一个少林和尚的形象 变强了 变弗了 然后就是看清了 世间百态 然后就就像仿佛 这个作画一般 迎接自己的这个 两个字 炸裂 佛系炸裂 对佛系炸裂 然后卡恩诸书是这么说的 说乌迪贤除了这个用这个能量 就是杀死自己之外 他还吞没了世界知识 调和了他的频率 对 于是这个平息了 爱迪伦身上奈飞天的这个力量 reset了 对 所以说这个乌迪贤的他的理念 就是我不愿意成为神 而是保住自己的这个凡人 人的这个心是最重要的 这个拯救苍生的这个职责是不能丢掉的 这个境界可说是很高了 是 但是这三千个人又变成了普通人 这一下真的太强了 但是凯恩说的非常清楚 就是高级天堂那边不管怎么说 反正估计挺懵逼的 直接被打回来了 烈焰地狱那边可是相当开心 暗爽 喝 这个东西果然有潜力 一定得搞到手 可用 可用 我估计虽然死伤惨重 但三魔神怎么可能在乎这个呢 反正是自己非常开心 没看错 他们对人的判断是对的 所以说在战略上取得了胜利 在战术上失败不足挂齿 没错 所以这个联律这边 这个搓手 准备下一步计划的时候 天使这边就乱了 这个天使议会就开始投票了 这么掉 这对啊 说这哪来的野种 这能留着吗 这太危险了 所有人都看了 我们大军一下就给我们打回老家 我估计当时 对在拱门底下堆堆人 从来没有这么老妹过 我估计 一堆天使都拍那门上 对过去了 而且太软了脸上也挂不住 于是他们的脸色肯定不太好 对都看我脸色 我也看不清 你有脸吗 都是这样 根据记载 说殷普瑞斯 当时说绝对不能留 投票说我投票 一定要灭绝这个种族 其实这里面就看上天使 不是我们的朋友 是的 他是很冷冰冰的秩序 对 然后马萨伊尔说 他没有五个人在投票 对 我弃权 别着 我弃权 不关我事 对不关我事 而奥利尔和伊瑟瑞尔 投票赞成保全人类 他们还是比较温和 对 然后当时 殷普瑞斯说这事稳了 泰瑞尔这么公正天使 肯定也要把这帮虐种都灭掉 是吧 这样如果是评票 人类还是要被铲除 对 评票的话 也是殷普瑞斯会出手 对 就是殷普瑞斯主导 而且事实上 本质上来说 如果天使不管人类的话 那么恶魔如果腐化了人类 那么天使是一定要动手 到时候就不是 索性在这事发生之前 对 就斩手出根 结果呢 结果 其实结果全看泰瑞尔这一票 然后我估计就是 这个凯恩就觉得 泰瑞尔看到了 这个物理贤的这种 这个自我牺牲举动 然后发现 可能是他见证了那么多世界 那么多平淡的 这个出现又没落的那些种族 就唯有人类 做了这件事情打动了他 于是呢 他突然意识到 宇宙的真理 真正的公正 不是只有律法 真的可能不是这样 所以他从 虽然他在人类上看到了毁灭 无尽毁灭的那种邪恶的力量 但是他人类身上也有希望 人类的这种壮举 使他们甚至高于天使 成为了天使的楷模 于是 正义大战士说 我支持 保护这些 新生的种族 没想到他居然投票 三对一 保全了人类 林铺叔说 我靠你 我没听错 你再说一下 你什么意思 你到底 然后 泰士说 我觉得 对 这就是正义 这个其实也拨下了他们之后的一些矛盾的种 对 没错 于是就这么执行 然后因为 估计金普瑞斯当时捉的都写了 对 肯定先捉了 那肯定 好假 你们这几位 太幼稚了 他脾气比泰士爆多了 你们到底上不上过战场 知不知道到底这事 对眼中 但实际上他们都上过战场 所以为了保全人类 就确定了保全人类刚领之后 思来想去 只有一条路 就是停战 永恒之战 咱别打了 这也是 就是头一遭破天荒的 就是说两边 我们打了几亿年 突然不得不坐下来 不得不坐下来 聊一下可以吧 说一下 然后天使议会就和地狱的七魔头协议停战 可以说天使议会为的是保全人类 而地狱这边 三魔头系列也有个明镜似的 而且他们也乐于停战 我慢慢研究一下人类 怎么控制一下这个事 简而言之 双方都需要修往生气 没错 冷战机很适合搞暗的 搞阴的 我估计四个魔王挺懵逼的 咋也不打 为啥 咋回事 用为啥不打了 搞后勤的 然后突然就歇了 然后停战协议挑战的 条件就是伊纳瑞斯被交给了恶魔 然后他会受到残忍的肢解和永恒 那是总得有背锅的 把女儿都拐跑了 对对对 酿出如此大错 最倒霉的 冷战人对女婿不会手下留情 你这辈子 永世的好不了 于是天使就来到庇护之地 根据文献记载 他就抹除了这些爱迪伦对原罪之战的 回忆 这些记忆 然后其他人也忘了爱迪伦 曾经有奈飞天的力量 于是处理后事 这场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死伤 我们就出一个说法 瘟疫 犯了个瘟疫死了很多人 而且爱迪伦也跟着附和 对 我们当时就是行医的 他们是被洗脑了 然后我们确实救了很多人 虽然也有人很多人死了 我们很遗憾 事就这样 大家就当无事发生过 你们这么敬重我们 其实是因为我们当时是 乐善后失 祝人为乐这么一个事 说到这 就是利利斯哪去了 说史料显示 这个原罪之战的初期 这个先知 其实也就是这个 伊纳瑞斯 其实再次把他放出 于是再往后 这个利利斯再也没有 他在整个故事里 还是处于一个未知的状态 没错 直到现在他也 只是还在流放之中 但其实真相 没有完全被抹除掉 还是有人知道这件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 为什么卡恩会知道呢 就是因为他查到了 卡兰的这个童书 卡兰童书 那么这个人到底 谁是卡兰 最后大家还会知道 就是说这个人就是 乌迪贤的弟弟 就是刚才 就是门德恩 门德恩 他选择了不同道 门德恩是一名死灵法师 他和拉斯玛同行 拉斯玛亲自叫了他 成为他的朋友 哇塞 这个来立刻刚好 他其实还击败了 最早击败了三神教的大助教 就是这个莫维斯托儿子 是那个莫维斯托儿子的凡人手下 这个人是一个真正很无耻的人 就是他知道一切 但他还是为了权利 同流合污 要出卖他手下的这些信徒 明白 门德恩在原罪之战后 遇到了塔格奥 塔格奥我们在游戏里可以看到塔格奥的什么物品 塔格奥是庇护之地的守护巨龙的名字 就是实际上这个世界是有龙的 就是说世界之石 根据一些传说 就是你每创造出一个这样的世界 都会创造出一条守护之龙 他的身体就像银河一样 星光之龙 然后这条龙 给了他一个使命 就是让他传承这些 人家就是说可能会遗忘的故事 然后卡兰这个词 这个名字是塔格奥赐给门德恩的 卡兰的意思 在龙语语意思是老师的意思 老师 然后就是有这么一个背景 但是他也没有展开 就是每个世界都有冥冥之中的记载 然后这条龙 它是中立的 就是也不 但他其实是很眷顾人类的 他不像永恒之战两边妥协 但他眷顾我们 因为这个世界是属于我们的 属于人类 是的 其实这段历史 还是被传承下来了 然后 其实由部分法师 知道这个事情 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 然后 那么其实最后的锅在谁头上呢 没资竭力不足 没错 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原罪之战这个故事收个尾 这个原罪之战打完了 对吧 然后这个该洗脑洗脑 然后该平复平复 但是啊 大概是就是据现在游戏历史 已经是3000年之前 很近了 好长时间 对 其实相对而言就是信使记录很明确的一个阶段 不过说实话 有冲突肯定是伤痕累累 所以这个时候 所以这个凯基就想这个忘却这个冲突 这个地方都改了名字 这个地方后来就被叫做凯基斯坦 这个就是玩家可能 对 所以就是大家 这个普通的人其实就是因为被时代裹起 就像墙头草一样 发现哎呀 信仰体系居然到最后如此脆弱 来了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于是又转回到这个 又回到神秘主义 又滑回去了 没错 其实呢 这个 这两方 这个信仰体系两方打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其实是把法师部族的晾一边的 对 晾了一边之后呢 事都完事了 尘埃落定 尘埃落定之后呢 玩玩开心吗 好玩吗 该我吧 是吧 恩奈德部族和安宾部族啊 就在这个事上 学到一条非常简单的道理 嗯 就是 别他妈招惹恶魔了 谢谢大家 行吗 别作了 行吗 因为他们是门清 对啊 看着这个事 非常清楚 是的 这个相传啊 就是在刚才我们说的 世界上呢 在这个有14个魔法部族 在原罪之战之前 七大七小 而这七个最为强大理呢 毫无疑问 这个 就剩我们说的 早年的最强的那三 还是那三个 对 包括吴迪田自我牺牲之后啊 其实法师部族 有很多也 也这个易散面门 胜仨特别强呢 还是这仨 分别是 维兹捷雷 恩奈德和安妙特 但是呢 就不知道为什么 很快啊 这维兹捷雷部族 又一次崛起了 成为了这三部族中 最强大的部族 而且招集 吸收了大量的成员 对 吸收了很多 身手不凡的这个巫师 就感觉这方人 记吃不记打 就很不可思议 然后 因为曾经的黄金时代 本质上是建立在若干代人 奴役恶魔的 这个基础上 是 然后你现在回来之后 你居然还能反展这么壮大 于是其他两个法师部族 明确警告这个学派啊 你 对 你们现在研究咒术 研究的挺不错 你们确实很有天赋 我们在学术上认同你的成就 认同你的强大 但你要敢再碰召唤术一次 你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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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跟你翻脸 对 于是这个维兹节雷部族 一举一动啊 都被严密的监视 对 道理非常简单 就是你作过一次死 之后不能再这样 没错 就是 但是大部分人啊 像这个普通民众啊 也不知道奈飞天是啥 然后这个原罪之战 那些事他都忘了 而且刚才也说了 这个官方说法就变成了 这个所有死者 都是死于这个瘟疫 而且这个爱迪伦也复合了 说我们当时救死赋伤 但是也没救过来 于是 大家的观念 就开始去 把锅都甩到宗教房这上 对 就说你这种宗教信仰 有什么意义啊 你反过来踏踏实实的 研究这些自然之力不好吗 于是这个宗教信仰 完全没有容身之处了 连普通民众都没有失常 就变成了人认很打的 过节老鼠了 没错 于是反回来 人们就开始投向 这个重视这个 实事求是的 这个实验的法事不足 于是 魔法研究 对 拉吉时再一次控制了 这个王权 控制了世俗权利 他们这个坐镇于 这个王都 东部大陆的王都 叫做维兹郡 就一个古城 对 说是与王室共享 这个王权 说到底也是这个 其实就是他们说事 其实还是携天子令诸侯 一手中天 对 但是回头看去 在那些艺术作品中来看 那个就是一个文艺复兴的 这个完美的黄金时代 比这个原罪之战之前 更完美的一个时代 当时这个 大家把所有的心力资源 全都投入到魔法研究里了 是的 包括这个学术成果卓著 然后所有人才思全勇 没有恐惧 对这个旧时代的恐惧渐渐消去 然后人们开始进入启蒙 这样一个美好的时代 就现在说 我们只能在脑海中想象 说这个穿着这个华丽长毛的法师们 在大街上信布的徐行 所有人都对他们充满了敬重 婆罗门还是婆罗门 对 宏伟的建筑 拔地而起 然后这就是文明的灿烂 然后参考达拉燃什么 估计城都在天上飘着 要多牛皮有多牛皮 但是呢 对 我这么快就有转折了 但是来的有点突然 没爽够呢 对于这个剧情只能说 最后的结论就是狗改不了 是 在这个顶上了繁荣时期 他都不是缓慢摔弱的过程 于是这个维兹杰雷部族 又作了 也闯过天头 对 又作了 所以呢 关于这件事 这个凯恩 迪卡凯恩在这个书里 抄录了一份这个证言 实际上是一个 这个安谬特学院的遗址中的 一个匿名信 这匿名信啊 可能是这个 安莱特部族的官员 这大意是说 说我已经确信不疑了 因为我安插了线人 发现这个维兹杰雷这个高层 绝对是搞猫腻 有一天晚上 他们五个高阶咒术师 进入这个圣所之后 里面有这个咒语 吟诵的声音 明显是这个举行仪式 然后里面 吟诵完之后 里面就出现了这个 撕心裂肺的惨叫 就是直挖乱叫 对 几个小时之后 只有仨人出来了 对 两人没了 明白吗 这事绝对不对 他们做的绝对是 一些禁忌的法术 可能就是 厌际了 恶魔俯身到人身上 然后套话这种 没错 把人牺牲掉了 对 这个结尾他说 我觉得 跟治安官说 大家一定要看清 这件事情的 急迫性 不能让他们再肆意妄为 一定要采取 因为他们的势力 比较小 必须联手 今天下三分 为强而数无皆弱 没错 一定得动手 我们俩也动手了 于是相当 后来来看 这个信写下不久之后 这两个 其他两个部族 恩奈特和安妮特部族 就派出了刺客 要去刺杀 维兹捷雷部族的高层人物 全的游戏了 对 动手了 进入二杀阶段 这边杀完 显然反击 他们不会忘记的 我们家族不会忘记 反过来也开始遭到报复 于是 其他高层也被杀害 以血还血 就这么见血之后 撕破脸皮的状态下 在下一次拉起时 这个法式议会上 各部族的代表就起了争执 当场就打 大打出手 于是 甚至导致了恶战 于是就在 对 就在东部 妙床之上就开始 对 就打下来了 于是这个流血冲突 就蔓延到街头巷尾 一开始 先是这个法式之间的斗法 然后就是他们部族县面的世俗阶级的互相的争斗 于是这个纷争不断 首先是这个卡尔蒂姆的恩奈特部族和安奈特部族 先下手为强 用大军突袭的这个维兹军最大的这个维兹捷雷学院 然后直接把整个学院一为平地 把里面所有的法师杀了一个不留 进入了武斗的阶段了 这等于说是把储备经验给干掉 开战的时候他们很聪明 因为维兹杰雷人虽然多 但他们分部的这个范围比较广 所以他们的人其实是分散的 所以那两个部族 他们联手各个击破 就他们没法集中的时候 把他们的大部分的兵力先消灭 以优势兵力来 是的 于是这个维兹杰雷的议会也跑也出逃 然后就召集这个 谈部 先走一上 先走一上谈部 这个时候这个维兹杰雷 反正也都豁出去了 到这个份上 你不要怪我 对 你逼我的是吧 当然也是我先折腾 讲不明白的事 于是他们再次祭出了恶魔召唤 于是就在战场上 战争局势立刻扭转 就恶魔大军 我发现他们也是 不愧是之前招过 也是娴熟 直接招了一批 一大票的恶魔大军 直接扑向原来两个法师不足的军队 于是 阿奈特和阿弥特部族 兵败如山岛 根本不能抵挡 是 因为如恶魔般的恶魔 从召唤门中源源不断的涌出 砍瓜切带一样 就把这些法师和他们的维兵军队都杀死 维兹杰雷部族已经豁出去了 召唤出来处于不管的状态 对 我不束缚他 你想干嘛就干嘛 这个时候就属于说 核武器在发射架上 已经没有用了 就乱扔核弹了 是的 然后在这个时候 维兹杰雷部族一路就把这些 两族联军推回了王都维兹郡 马上就要终结这场战斗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按下目标 说另外一个事 就是要讲两兄弟 这两兄弟叫霍拉松与巴图克 这俩兄弟最终让法师部族 避水定音结束了 凯恩 迪卡凯恩的祖先 杰瑞德凯恩 有写过很多赫拉底姆书卷 其中流传下来不多 但是有一段摘录了这兄弟俩的事 首先巴图克这个人 是一个心狠手辣的法师 他杀死敌人之后 就会用他们的鲜血 用他们的鲜血去洗澡 人称血腥都军 用他来喂食自己身上的一套盔甲 因为据说他的盔甲是一个恶魔 盔甲就是一个恶魔 这个设定吊炸非常强 他叫血腥都军 对血都军 然后在部族战争最后节目 这巴图克简直就没有人拦得住他 没有人敢跟他拦 连他的同胞都对他有点害怕 他已经陷入到一个彻底疯狂的状态了 就是他召唤出来的恶魔 对城市 或对自己人的领地造成的破坏 没错 非常大 他属于那种 上人参见自尊美白 对 然后他的兄弟 叫霍拉松 他这个人 作为一个高阶的法师 他擅长召唤恶魔 然后摧毁他们的意志为己用 他是这套用法 于是他发现 他兄弟巴图克做这事可不对 就是这两兄弟召唤的立足点 不太一样 你看你召唤恶魔又不管他 然后恶魔逐渐在腐蚀自己的不足的成员 然后 而且巴图克 就是之所以这么做 是他坚信 这个恶魔才是人类的主宰 我们人类就不应该控制恶魔 这个想法等于说 也被恶魔腐蚀掉了 对 就我们应该对恶魔很忠诚 然后他们就肯定给我们更丰厚的回报 然后主要就是不足 召唤恶魔不受控制 就是沿袭他这套理念 但是霍拉松觉得 这不行 他看得很清楚 就是说你这么做 我们就算打赢了这场仗 文明就没有 这场战结束的时候 就是人类被恶魔奴役制 对 是的 于是本来已经建制黄都的时候 统一议会 不足统一议会决定收回巴图克的兵权 撤职了 巴图克 好 可以 反正我也拦了 不需要 猴 对 趋势就直接掉转枪口 屠杀自己的同胞 内战不可避 所以就在城门口底下 干起来了 对 维兹杰雷就陷入内战 打来打去 巴图克明显站了上后 那可不 人家用的是恶魔 而且他不管 人家用力不管 于是巴图克决定回首 先把维兹郡吃了 先占法理的优势 先结束上战斗 你们这些小喽喽 我们就以后慢慢折腾 在宏伟的大门前 巴图克与维兹杰雷部组 的最终结战就在这打 于是他的兄弟 霍拉松前来应战 这事 两人在维兹郡城门底下 展开了一场决斗 最后 风云变色 蔓延到整个城市 是的 把城墙 几乎可以说 把整个城市 夷为平地 整个王都的森林 都毁为一旦 但结束之后 火焰散去的时候 然后 大家发现在 站着那个人 是他的兄弟 霍拉松 而血腥都军 巴图克 已经被他的兄弟杀死了 霍拉松 亲手杀死自己的兄弟 他是很不愿意这么做 悲痛欲绝 最后才起来应战 是的 他觉得召唤术 真的不能再 使用了 他不是那种 被力量冲昏头脑的人 他意识到 你只要这样召唤 那么烈焰地狱 和我们的世界 肯定就在沟通 对 那么人心就要腐坏 文明一定会堕落 这个事就没有头了 于是 凯恩一族 为霍拉松的故事 写了个结尾 他说 维兹郡一战过后 霍拉松为自己 打造了一个 藏身之处 被称为神秘避难所 然后他在那里 避世归隐 而这个烈焰地狱 永远找不到这个人在哪 他在这里离群所居 就在那里研究 这个奥术的秘法 然后消失在传说之中 这个人就从历史中隐去了 但是 直到很久很久之后 玩家 玩家会进入到这个地方 在他踏着 神秘避难所 非常漂亮的地方 这个 一场大战结束 其实说实话 在避难之地 就打了两场大战 这个法师部族战争的结果 反正 维兹郡在战争中 化为一片瓦砾 而这个王独毁灭的同时 法师部族统治的 这个 实在正式结束了 因为 他们的 不管是外战还是内战 对他们造成的损失 是无可无量的 是的 于是 这个曾经受人尊崇了法师 都变成了过街老鼠 完了 地位没有了 彻底完蛋了 因为 他们既失去了 自己的力量 也失去了民心 没错 就是甚至很多时候 经常会公开 处施法师 那些法师 然后幸存的维兹捷雷法师 做出了一项措施 宣布我们会永久的 放弃召唤术的研习 甚至部署了一批 新类型的法师 叫做图法者 被称为维兹雅塔 是刺客 他们是一个专门的刺客部队 专门杀法师 对 就杀那些不守禁令的 维兹捷雷法师 你敢研究 你敢研究 就是死 啥也 什么都没有 就是死 这个也是我们 二代可玩的 就是资料片增加的 对 刺客组 一个职业 没错 很多法师逃离大城市 就去躲到僻静的小镇上 去偷摸的去 或者进入山区 进入沙漠 临巡所居 然后当然了 还有一些法师部族 就是挺下来了 虽然时代 时代已经过了 还有一些相对于 像艾苏法师 就是女巫士 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还有塔安部族 他们其实是 以水晶球战谱为生的 是的 完全无产 特别多的影响 没错 招呼恶魔 关我什么事 先生算个话 对 反正结尾 就是信仰时代 取代魔法时代之后 魔法时代也宣告了终结 于是相比之下 因为民众开始 洗劫这些书库 宝库 什么官邸 都被 可想而知 他们当年利用自己的职权 积攒了多少民企 财富 太可怕了 因为财富 另外一个就是民众 他会对这种知识形成一种情绪上的反弹 没错 就表示说是过去是因为这些所谓的知识在奴役我们 没错 给我们带来了危害 对 那时候地理特别好玩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玩三的时候看到卡尔蒂姆是凯基斯坦的帝国的中心 没错 但是在那个年代卡尔蒂姆是个很边缘的地方 对 所以只有那边的圣所没有被继续保留了 对 经过几千年之后反而成为了一个中心 没错 就很有意思 所以可以说讲到这之后 法式战争之后 法式的时代正式就宣告终结了 对 而且这个是致命的 就是他不像原罪之战 大家看到还有一些洗脑的过程 就是大家可能看到最后信仰体系会产生这一个后果 但是魔法法式部族战争是在所有人面前打的 是的 彻底的改变了所有人看待魔法的态度 对 改变了这个世界的形态 就人们三观就变了 没错 就觉得这真不能碰这个 是的 好 那本期就告一段落 这个给大家讲了两场这个矿式的大战 也其实塑造了后来我们熟悉的暗黑的这种 grim dark阴暗的这个世界观的这个一个源头 对 好 那我们就也感谢大卫老师来 我们请大家期待下期 我们再讲讲 可能对于玩家来说更加熟悉的这个黑暗流放的这个事情 很快就要进入到我们游戏中曾经体验过的时代了 没错 大家喜乐乐见的部分 对 好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好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